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定 本期我们来看一个好闺蜜的故事 一个小忙 芬妮是位家庭主妇 丈夫在车祸中去世后 她带着儿子靠丈夫的保险经营生活 同时,芬妮还是一位母婴视频播主 经常直播各种美食的做法和有用的小贴士 芬妮性格温婉贤淑 对于儿子班级的事情总是精力满满 不禁让其他家长又羡慕又嫉妒 这天,她来学校接儿子时 见到了另外一位家长,艾美丽 艾美丽是位气场强大的时尚辣妈 一身惜服霸气十足的样子 让芬妮都看呆了 由于两家的孩子非要在一起玩 艾美丽只好邀请芬妮母子去家里做客 一见门,芬妮就看到了一幅很特别的肖像画 艾美丽说,当年为了赚学费 她在学校里当过模特 那个画家对她很痴迷 她却偷了这幅画 本来以为有一天会升职的 可惜那位画家没有成名 艾美丽是时尚公司的公关部长 开着豪车,住着豪宅 芬妮非常羡慕这种生活 更加让她羡慕的是 艾美丽还有一个温柔的作家丈夫 但艾美丽却表示 她的生活并不像表面那么光鲜亮丽 她的丈夫已经十年没有出国书了 现任大学教授工资不高 却花钱如流水 所以她不得不拼命工作 也因此常常照顾不上孩子 芬妮一听,当即表示 平时她可以帮艾美丽带来孩子 就这样,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因为孩子渐渐熟络起来 后来更是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自信霸道的艾美丽 常常怀疑傻白甜的芬妮 到底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芬妮却表示 每个人都有黑暗面 只是有人更擅长隐藏自己而已 即被酒下毒 两个人决定交换秘密 说出各自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 艾美丽说 她和丈夫爱妖丈夫的出教 一起玩过游戏 本来以为这个秘密会让芬妮震惊 谁料,芬妮的秘密更加劲爆 芬妮在爸爸的葬礼结束后 和同父一母的哥哥产生了感情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造成了丈夫和哥哥出车祸死亡的惨剧 交换秘密后 艾美丽和芬妮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不久回了一天 艾美丽打了电话 请芬妮帮一个小忙 由于丈夫回了伦敦 看望摔伤了母亲 而她又有工作要忙 所以想请芬妮帮忙接下儿子 芬妮欣然答应 可是一连两天过去了 芬妮却怎么都联系不到艾美丽 无奈之下 芬妮只好联系了艾美丽的丈夫 萧恩 萧恩得知情况后 立即从伦敦赶回来 并报了警 但警察却把萧恩当成了头号嫌疑人 芬妮见过萧恩与艾美丽有多么恩爱 她向警察证明 萧恩绝对是名好的丈夫 警察走后 萧恩告诉芬妮 虽然她和艾美丽是夫妻 但她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妻子 艾美丽非常看重个人隐私 有一次 萧恩在脸书上发了一家家庭合照 艾美丽就注下了她的脸书账号 这方面芬妮深有体会 有次她给艾美丽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艾美丽瞬间变脸 要求芬妮删掉照片 已经过去四天了 仍然没有艾美丽的消息 芬妮便在直播中 讲述了艾美丽失踪的事情 希望借助粉丝力量 寻找艾美丽的下落 之后芬妮又来到艾美丽 上班的公司打探情况 可她发现 公司里根本没人去关心艾美丽的失踪 于是她悄悄略解艾美丽的办公室 寻找线索 芬妮在办公桌上 找到一张艾美丽的照片 不过照片就让艾美丽精神颓废 甚至略显惊悚 与芬妮所认识的艾美丽 判若两人 接着芬妮拿着艾美丽之仅有的照片 和萧恩一起到处张贴寻人启示 这边警方查到 艾美丽在机场租了一辆白色轿车 艾美丽用现金付的款 首先她不想让人发现她的行踪 芬妮把车辆信息直播了出去 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很快就有粉丝提供了线索 艾美丽可能在密歇根州 警方根据线索 在密歇根州找到了这辆车 并在湖底打捞出了艾美丽的尸体 萧恩去线上认了事 痛不欲生 由于艾美丽生前没有亲人 芬妮便帮助萧恩 给艾美丽举行了葬礼 面对艾美丽的突然离世 芬妮和萧恩是最伤心的人 他们相互安慰对方 却情不自禁安慰到了床上 芬妮和萧恩有了亲密关系后 竟产生了取代艾美丽的想法 她把那幅特别的消想话摘了下来 还试穿了艾美丽的礼服 这时 芬妮过来送艾美丽的尸检报告 报告显示 艾美丽不但酗酒 还是个瘾君子 手臂和脚趾之间布满了针孔 芬妮知道艾美丽酗酒 但不知道她注射海洛因 芬妮还告诉芬妮 在艾美丽死前 萧恩给她买了400万的人生保险 芬妮的暗示非常明显 但芬妮认为 萧恩不可能是凶手 不过 芬妮的话还是让芬妮产生了怀疑 她在抽屉里找到了保险文件带 但保单已经被拿走了 接着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艾美丽的儿子说她在学校外面见到了妈妈 萧恩认为是儿子太想念妈妈认错了人 但儿子坚称她确实看到了妈妈 而芬妮也从孩子身上闻到了艾美丽的香水味 还看到了她送给艾美丽的友谊手链 芬妮把这些奇怪的事情告诉了萧恩 萧恩宽慰芬妮不要胡思乱想一神一鬼的 他们是亲眼看着艾美丽下葬的 同时萧恩也设出了对艾美丽的不满和抱怨 并声称艾美丽就是个病态的骗子 当年她带着艾美丽回伦敦见父母 艾美丽却偷走了她母亲祖传的戒指 至于保险也是艾美丽要求买的 因为她看到芬妮靠着丈夫的保险金生活 为了儿子的将来考虑 她就投报了巨额保险 萧恩表示 善解人意的芬妮让她获得了新生 她请求芬妮搬过来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萧恩的甜言命语下 芬妮放下矜持和顾虑 准备成为新的女主任 她把艾美丽的衣服鞋子 全部清理了出去 然后开始搬家 可当她拿着自己的衣服 来到衣帽间时 却发现艾美丽的衣服 全部回归了原位 芬妮吓得不轻 甚至以为是艾美丽的鬼魂未散 接着芬妮收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写着芬妮睡了哥哥 而这个秘密就由艾美丽知道 正当芬妮先有余计之时 又接到了艾美丽 声称是从天堂打来的电话 看来艾美丽是真的没死 芬妮以为这一切 是艾美丽和肖恩合伙搞的诡计 她去质问肖恩 想去认为她精神出了问题 芬妮决定自己找出真相 她从那幅特别的肖像画的落款处 知道了画家的名字 芬妮拿着画找到画家 从画家口中得知 艾美丽的名字是假的 当初画家出钱 供艾美丽上学 还帮她还了债 结果艾美丽把画家的东西搜刮一空 然后咬无音信 画家把艾美丽留下的一件纪念T恤 交给了芬妮 并警告芬妮 要是去打探艾美丽的过去 会发现很可怕的事 芬妮根据纪念T恤 来到了斯库湖夏令营的营地 她从纪念相册中发现 艾美丽竟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妹 芬妮根据相册中的信息 找到了艾美丽的母亲 老胎的之间 她生下的双胞胎姐妹 简直就是一对魔鬼 艾美丽16岁的时候 和姐姐纵火烧死了自己的父亲 事发后姐妹俩不知去向 此时芬妮意识到 前段日子 警方打捞出的尸体 是艾美丽的姐姐 而艾美丽真正的意图 是骗去巨额保险金 为了引艾美丽现身 芬妮在直播中暗示 她已经知道艾美丽是双胞胎的事情 然后又把这一信息 透露给了保险公司 艾美丽躲在小旅馆里 看着芬妮的直播 非常气愤 芬妮登堂入室 睡了她的丈夫就算了 现在还要搅黄保险金的事 艾美丽终于忍无可忍 去见了肖恩 看到活生生的艾美丽 正在眼前 肖恩震惊不已 果然艾美丽将自己的丈夫 都蒙在鼓里 艾美丽觉得 芬妮搅黄了保险金的事 所以她要托肖恩一起下水 肖恩本想破口大骂 但一看到黑洞洞的枪口 就立即认怂 说她和芬妮只有性 没有感情 她最爱的只有艾美丽 艾美丽把肖恩的话录下来 放给芬妮听 目的是挑拨肖恩和芬妮的关系 最后艾美丽也讲述了 整个事件的经过 16岁 正值青春叛逆的年龄 她和姐姐半夜偷跑出去 与男孩子私混 结果被爸爸当场抓住 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顿 姐妹俩怀恨在心 放火烧死父亲 然后离家出走 为了躲避警察追捕 艾美丽和姐姐分开逃报 并约定了重聚的时间和地点 但艾美丽却再也没等到姐姐出现 后来艾美丽来到纽约 努力打聘 拥有了现在的生活 不久前姐姐联系到了她 14年没有消息的姐姐 如今颓废聊到 还是个隐君子 她找到艾美丽 张口就要100万 否则她就去自首 艾美丽不能让姐姐毁了她的人生 于是趁在湖里游泳之时 把姐姐溺死在了湖里 然后以假乱针 顺便骗走保险金 本来天衣无缝的计划 却被分离破坏了 艾美丽提出 不如他们合作 让肖恩来背过 但你想到 肖恩一直在玩弄自己的感情 为了报复 便答应了艾美丽的提议 艾美丽也是个狠人 用扳手砸了自己一连血 然后去警局指认 是肖恩逼迫她 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目的就是为了 400万的人生保险金 警察抓走了肖恩 但很快肖恩就被保释出来 艾美丽的豪宅里 塞恩重聚一趟 芬妮情绪略微激动 她对于肖恩的欺骗耿耿于怀 冲动之下 拍枪射中了肖恩 然而 艾美丽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 他们是想让艾美丽招供 当洗清肖恩的罪名 但艾美丽早就切断了窃听器 便一分年的名义 打到警局说计划有变 把守在外面的警察掉去了别处 胜券再无了艾美丽 掏出一把真枪打中了肖恩 并洋洋得意地开始讲述 她纵火和杀人的犯罪事实 但她万万没想到 芬妮胸前的隐形摄像头 正在直播着一切 艾美丽急忙逃跑 单看着直播的人们早已报了警 警察将艾美丽抓捕归案 在这之后 芬妮名声大噪 成为了拥有百万级粉丝的播主 她成立的宜南悬岸事务所 已经抓获了30名危险的逃犯 下面也出版了第二本畅销小说 并成为了大学文学部的部长 而艾美丽因杀害她的父亲和姐姐 被派20年有期徒刑 但她在监狱里却生活得很开心 讲真的 就是个连续变相 一般人做不出来 果然 女人的战争不仅心得狠 还得不怕痛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